赢家酒吧 标股立宪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赢家节目 我是摩托投顾 李建平分析师 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在10月4号这个礼拜二 也就是前天 你看了李老师的节目呢 我怎么告诉各位了 我说已经启动10月的暴利行情了 换句话说的话呢 如果你不敢在9月30号上个礼拜五 跟着我们全力做多买好买满的话呢 礼拜二你都还来得及哦 我说呢 很有可能是一波到底啊 好你看到昨天美股呢 是涨少跌多哦 只有费城半导体呢 是持续的往上涨 你或许会帮李老师捏一把冷汗 有的人的话呢 可能等着看李老师的笑话 很抱歉 这个行情呢 完全照李老师的剧很丑 那么昨天是垃圾盘 我怎么告诉各位的 什么叫垃圾盘呢 就是大盘看起来 只有台积电是最强的 我说告诉各位呢 我说你昨天看到呢 比较弱势的中小型机优店 如果今天不见得会弱势哦 但是呢 我今天要告诉各位啊 股票市场的操作哦 懂得买 你更要懂得卖 你要买在什么 波段的起账点 卖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啊 你就能跟李老师一样呢 有这个资格啊 在荧光幕之前呢 帮投资朋友呢 做一个解盘 那当然话呢 你要先取得什么 分析师的证照 那么我看这个网路啊 很多人自称是专家啊 第一个 你都还不晓得啊 他有没有证券分析师的什么 这个资格啊 那第二个 是不是呢 他讲的比我们这个台面上的分析师呢 还夸张啊 反正啊 涨停板都是他们家的 往下跌的话呢 他都高档全数出新啊 这个是呢 很多的投资朋友 对于这个 投顾分析的一个解盘节目啊 最常诟病的一点啊 所以网路上更夸张哦 所以啊 你持续所定我的节目啊 你会很清楚的了解到 李老师是不是有真本事啊 我都是把话讲到事前嘛 对不对 不要说那么多 全市场哪个老师 会在节目中讲自己不准 然后呢 跟观众朋友呢 做个道歉 说哦 我不小心啊 让我的会员啊 买错了股票挺损的 听不到哦 但是呢 我也告诉各位啊 我的操作不会是百分之百的什么 大握全胜嘛 我们也有看错的时候 但是呢 我有这样的把握啊 如果说有行情的话呢 我们一定是两档能够大赚的 一档就算看错小赔的话呢 请问 二是不是大于一 所以秉持着这样操作原则的话呢 怎么可能不能成为股市的什么 非凡赢家呢 那如果没有行情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什么 这个持赢保贷啊 这个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财烧啊 股票不用天天做哦 只要你选对好的标的啊 在底部哦 勇敢的做多哦 建立好呢 你的一个持股部位的话呢 想不赢都很难 好 你看今天大盘的话呢 反而是开高的哦 照理来讲啊 美国股市啊 跌多涨少的话呢 通常来讲啊 我们都会开低啊 我是不是呢 很清楚告诉各位 金金涨的格局嘛 好 老师可是今天的话呢 好像是 感觉是开高走低啊 没有到收盘啊 都不要太早什么 下定论 哦 最后 汉地拔冲啊 快速的拉升啊 又是什么 今天又是大涨啊 90点哦 那在礼拜二呢 为什么李老师啊 会这么样的一个 看好台股的一个行情啊 我就举三档的什么 指标五告诉各位 首先的话呢 第一档的话呢 我说2303的联电啊 很奇怪耶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跟这个礼拜一 你听到都是 金元代工的什么 坏消息啊 结果呢 你看看 如果呢 你因为呢 看到很多的利空啊 你又什么 坎在相对的低档 连续三星的往上涨 好 那么再来的话呢 护国神山啊 台积电嘛 功不可没 今天台积电 能够持续的强势啊 这个对于多头来讲的话呢 等于是打了一记什么 强心针哦 另外 我还举一档股票 股王3008的大力光啊 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呢 再度的大涨 而且呢 创下什么 本波段呢 这个从低档呢 起仗以来的新高 很清楚哦 所以哦 你说老师啊 那这个行情啊 到底后市的看法如何啊 你就观察这三档什么 重量型的指标股 但是股票市场的话呢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啊 赚取暴利啊 你要选择中小型的机油电子股 那我相信呢 你是李老师的忠实观众的话呢 我讲过呢 我都是在起账点推行标股 那大家会员是什么 也是起账点买进嘛 我不可能呢 先报标股给客位 然后呢 再带货云买进嘛 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现在是使用者付费的时代来临哦 有的钱不要省啊 好 那么你看呢 我是不是事前预告的 事后的验证 10月4号 礼拜二 我相信啊 我在节目中所讲的话呢 都是千真万确的 不需要VCR重播啊 好 你看一下呢 当天你看我的节目 怎么告诉各位的 我说启动10月暴力行情 我直接划给大盘组 全市场只有李建民老师能够做到 为什么别老师做不到 因为呢 他们不像李老师啊 有这么这个敏锐的一个观察力 或者说看盘的功力嘛 我讲过呢 如果我不能预测未来的行情 请问各位 你敢跟着我盘中的指令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吗 这个新加入的会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老师啊大盘还在破底 像上个礼拜五啊 他们觉得很恐慌啊 怎么可以做多 老师全部都是坏消息啊 没有错 为什么坏消息呢 不是在8月什么 17号的时候 而是在大盘崩跌了2200多点之后 你听到的全部都是利空啊 结果最后利空是什么 瑞士信贷啊 濒临破产 哇会不会呢 上演雷曼兄弟事件啊 结果呢 大家担心什么金融海啸 结果呢 所以我说啊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 一定要比较客观啊 你不能用这种什么 非常激进的言论 这样呢导致投资朋友呢 会做出什么错误的判断呢 如果你因为看了什么 这样一个消息 而赔钱 你要找谁去讨 没办法 就像外资啊 有时候呢 在一档股票 已经涨到天花板了 结果呢 反而调高平等 调高目标价 你看到外资很专业啊 你相信外资 结果呢 套在相对的高点 你能找他讨吗 相对低档啊 把一档股票啊 打落水狗啊 结果呢 调降平等 调降目标价 你又砍在波段的低点 你看之前的友达跟群众 不是这样吗 每一个波段的低档 不就是因为这些啊 很夸张的 恐吓的言论 导致各位啊 做出什么错误的判断 而李老师的节目啊 就是什么 不同反响 我希望你看我的节目呢 趋吉而必凶 好 所以呢 你看到我们在9月30号呢 全力做多啊 或许你会觉得 老师应该是 10月3号做多才对啊 如果有的老师号称啊 10月3号最低点 全力做多吗 还有买买的话呢 你要考虑啊 他的真实性 有人会那么神奇吗 或许呢 你会觉得9月30号 全力做多还差一点啊 李老师不是神啊 但是呢 有的股票的话呢 早就在9月27号 出现什么 绝佳的买点啊 就好像见机啊 大家很关心见机呢 今天的走势啊 怎么是如此的弱势啊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你要从头看到尾 好 你看看 我是不是直接画给大盘子 你再看一下 很清楚 对不对 箭头直接画往上 是不是连续三天的上涨 而且是大涨哦 短线将一波到顶哦 我并不是说天天涨涨不停哦 反正他就会来完全呢 回补9月26号的向下跳距 你把这个结论进来就可以了 操作指数部分啊 很多的投顾分析师的话呢 就必须每天锁定我的节目 这不是我自己在吹牛啊 因为他们难以相信一个投顾分析师啊 能够直接画给大盘子 而且非常的精准啊 找不到第二个分析师啊 每个都是事后马后炮啊 事后看读说故事 谁不会啊 你为什么不能跟李老师一样呢 10月4号呢 就直接画给大盘子 有没有得到验证呢 好 这一档新胜利 昨天啊 可能全市场只有李建民老师啊 持续的推荐 为什么 因为昨天亮大收黑嘛 这个就是什么 真实操作 跟什么 跟所谓纸上谈兵啊 很大的差别嘛 因为我有带会员买进 而且我认为呢 他不应该就这样呢 长势结束了嘛 因为呢 我们什么 也是掌握第一手的资讯嘛 如果你觉得呢 电动车的一个 题材会持续的发酵的话呢 请问各位 全市场哦 他是高门多七哦 只有他做的高功率的锂电池模组哦 一个电动车啊 他的核心所在就是什么 锂电池啊 所以你说 他的商机会有多大 好 所以呢 毋庸置疑他是电动车干预个股 你看我们在 10月4号礼拜二 找盘买回哦 找盘就买哦 力所涨停 好 有抠讯有真相 对不对 我讲呢 我在节目中所秀的任何抠讯哦 如果有任何造假 我愿意付法律责任哦 好 10月4号你看哦 特别会员 普通会员通通都有 公贺新胜利早盘买进 及力所涨停 再创新高持股呢 务必报道 每个老师啊 在他涨停板的时候呢 都号称有这张股票 那能不能拿出抠讯呢 如果一个老师真的那么神传 为什么不敢秀抠讯呢 所以啊 有的话啊 这个灯不点不亮啊 话不说不明啊 好 你看看今天的新胜利啊 找盘再度大涨 差一点又创新高 昨天啊 很多老师又不敢讲 今天呢 又跳出来说啊 他有新胜利了 哪天叠的话 那又不见了 你不累吗 你看了这个节目 你不累吗 而李老师呢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 我说我做节目诚信二字哦 好 你看一下呢 礼拜二是不是觉得他进场实际 哦 因为他八月营收的话 这是再算历史新高嘛 所以他是什么 有机之谈啊 绝对不是投机炒作 那么像北极星药业KY啊 上半年亏了快一块啊 他的股价竟然能够什么 飙升了如此的离谱啊 所以为什么李老师那要提醒各位 哦 你看他有一天啊 这个恢复交易啊 说取得了什么 这个解盲成功啊 那么在明年的话呢 可能会拿到要证啊 看他跳空长 你买不到 隔天你再去追啊 啊结果呢 不得了啊 一路的崩壁 崩壁快五成啊 然后呢 或许啊 你的老师在今天停损了 他就开始什么大涨啊 你到底要跟随什么样的老师呢 好 现在加务李建本老师呢 Line Ad或者Telegram 因为你在盘中呢 你就会知道呢 如何去正确的选股嘛 当然我要一再来告诉各位 你只要不是李老师的会员的话呢 你永远不晓得 什么价位可以买进 然后呢 什么时候呢 应该卖出嘛 那么基于会员权益呢 我也不可能没档股票啊 我起账你推给各位 就已经什么 人治意境啊 你不能要求李老师啊 卖出都要跟各位报告嘛 因为你不是会员啊 你没有缴钱啊 这样讲得够清楚了吗 那如果你为了省那个会费 你猜李老师啊 到底呢 有没有持股续报 还是说呢 反而是加码 或者说呢 高档全数出清 你不如跟着我盘中的抠讯啊 好 这档元金 我昨天节目中直接什么 告诉各位 我是不是在起账你买进呢 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都知道应该在低档买进 可是到最后你都去追高 或者你跟那个老师很奇怪 就喜欢去什么 追涨你买追创行高的股票 因为这样比较好做生意啊 我说过呢 我一定是以会员的权益啊 为第一的考量优先啊 我不会为了做生意乱追乱抢 也不会呢 每天买不完的股票 我们一定是一档股票大赚 或者小赔啊 获利出新 或者说呢 小赔出新 我再把资金啊 转买进另一档 刚刚起上的股票嘛 股票市场操作不就是这样吗 低进高出啊 而你追高杀低 请问各位 你赚得到钱吗 尤其是最近的盘市啊 一天大涨 一天又是大跌 你要思考呢 你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吗 好我们昨天买进元金呢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昨天呢 很多中小型的电子股呢 纷纷是什么 尾盘快速下杀 统统都什么 可能都是 呈现一个逆势下跌的一个格局啊 我们买进元金就是不一样 大涨五个percent 为什么昨天三大法人呢 同步的联手买超 今天是不是持续上涨 再创经济新高 你昨天看我节目啊 哦你老师买什么 买进元金 今天都有低借的机会啊 所以呢 我希望投资朋友呢 你要持续锁定我的节目啊 我会一天一天的帮你验证 好 我说他抢攻美国新能源补贴啊 高达兆元啊 庞大的商机啊 他现在是在低档还是在高档啊 所以呢 我们只要什么 在低档勇敢的坐落的话呢 能不能赚一个波段 那如果你追在相对高一点的话呢 你都在等解套 一来一回啊 差很多 好 这一档创意 它是属于这个吗 ASIC IC设计的制造公司 ASIC的话呢 就是客制化的晶片 还有呢NRE委托设计 还有呢HPC 高速传输啊 这个庞大的商机啊 你看看呢 今天大盘啊 没有错 是连续三天的大涨 但是有创 今年的新高吗 没有哦 那为什么呢 今天的创意啊 又创收盘的历史新高 那他到底有什么story呢 为什么今天李小师 在节目中要推演给各位呢 那么我的预测来自于联想 这个联想啊 必须要有国际观嘛 对不对 就比如说呢 我之前是不是告诉各位 11月8号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啊 会不会有选举行情 那台湾的话呢 11月26号九合一大选耶 非同小可啊 会不会有选举行情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嘛 你看到9月份啊 真的是相当惨淡的一个月啊 但是10月的话呢 是光辉灿烂的月份啊 此时不赚啊 更待何时 好 那么赢家 成就于操作 如果此时呢 此上富贵啊 绝对是什么 白忙一场 一定要真实的操作啊 好 李老师呢 没有划重取宠的作秀啊 你看看别的老师节目啊 好像综艺节目一样 哇 五光十色啊 就感觉好像是什么 这个非常的夸大不实啊 我们只有非赢不可的决心 那如果呢 没有航行 也就算了 有大波段行情啊 你要赚够 赚宝赚满啊 重点是呢 你要如何正确选股啊 才是王道 所以我真的希望投资朋友呢 你一定要把握呢 这个绝佳的什么 赚大钱的良机 我们先休息 待会呢再回到节目现场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ill 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外资今天大买台股127亿啊 这个又是近期啊 少见的一个现象 昨天美国是什么 跌多涨少哦 那么昨天呢 公布这个所谓的一个 小飞龙的数字的话呢 是优于市场预期啊 所以啊 美国啊 又这个鹰派的言论 又升鹰爪功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股市往上涨啊 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鹰呢 而往下跌呢 说又有什么 恢复鹰派的言论 你不觉得是什么 好像啊 是用这个涨跟跌呢 来决定他的说法 你不要再被这些消息所干扰 我已经告诉各位 10月份呢 绝对是什么 一个暴力的大行情啊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你不要管别人什么 怎么讲啊 全市场 从今年以来 你看李老师的节目 是不是几乎每一次的低档转折 我都很精确的什么预测到 不是像别的老师啊 事后马后跑 事后看图说故事吗 所以呢 你看一个老师的节目呢 你至少要连续看一个礼拜 那你就知道一个老师的功力嘛 第一个他的节目呢 有没有预测性 如果只会讲过去啊 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啊 反正啊 这个事后马后跑的话呢 大家都很神准了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啊 你现在要看的是什么 对你有帮助的节目啊 我如果是为了做生意的录节目的话呢 你就不会什么 能够看我的节目呢 就能够轻松的获利嘛 我大可以了 跟其他老师一样啊 反正啊 收完盘嘛 什么股票涨定版 什么股票创新高 谁不晓得 我只要呢 拿几张股票 觉得说这个涨项比较好啊 上涨的涨啊 对不对 比较具有涨项 就节目中推荐 涨上去了 我就说 你看我的股票有多准 跌下去当做没这回事 可是呢 如果是会员有真实的操作 绝对不能这样来 我说呢 一个负责任的分析师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 要待进 而且要待出 而且不能持股一头拉股 如果手中持股呢 持起二十七档股票 就算你有一两档股票涨 或者说呢 很准涨零板 你到最后你能赚钱吗 所以呢 你要把股票的杂货店啊 变成什么 精品店 重压两到三档股票就够了 不要买那么多股票 好 就好像这一档见机啊 我相信9月27号 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 能够跟李老师一样 当天现买现算涨顶买 而且拿出cotion的验证 涨上去啊 每个老师都有啊 你要如何分辨真伪啊 你要知道呢 什么是正品 就是政治标的证品 什么是仿冒品啊 好 有cotion有真相 对不对 9月27号 公贺见机 早盘买进机 强索涨停 持股务必报道 9月30号 立所第二支涨停 又创今年新高 这就是李老师啊 不同于其他老师的操作嘛 不是买在其上点 涨停涨不停吗 好 10月3号很奇怪哦 当天啊 全市场大概80%的老师啊 都在讲李老师呢 将近一个礼拜之前 就已经什么 低档买好买满的见机 所以呢 我是不是 趋势的领航员呢 我是不是第一个买进 建机的投股分析师呢 他们不讲还好啊 每个都在讲 隔天开始震荡了 10月5号 昨天盘中第四支涨停 又创新高 你看看今天 这种空军的震撼权投股业啊 今天10月6号 早上呢 9点多 获利卖出见机 如果获利卖出继续往上涨 李老师要检讨 虽然我们已经赚这么多了 但是 我们逢高呢 获利初心就收黑 这不是No.1 最强悍的什么 操作 你不跟着我 你要跟着谁呢 底部买进 10月4号呢 逢低加码 今天逢高全数出新 你又错过了将近五成的获利 老师 我错过了建机 有没有建机第二的超级标股 有 所以我真的希望投资朋友呢 我们即将买进建机第二的超级标股 你要什么 赶快把握当下 好 这档新胜利呢 早盘再度大涨 差一点就创新高 可是能追高吗 我们是买在起账点 找到对的方法把它做到完美呢 你就趋近于成功 当然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交给对的老师的话呢 你就能够四倍而公半 这一档10月至尊标股 将标向外太公 无重力状态 我们的获利目标 六成以上 如果明天再状新高 我会正式的揭晓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等到我揭晓的话呢 你就再度跟标股 插胜而过 现在加入节目标 是在Line Ad 或者Telegram 更直接一点 你赶快利用 待会广东的电话 加入马列 最后祝福大家 上门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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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